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1990年 乔四爷案 悠扬的舞曲回荡在马迪尔歌舞厅里 与柔和的灯光交织在一起 一对一对舞伴翩翩起舞 小张和身怀六甲的妻子也沉醉在这个舞曲的欢快当中 哦 四爷来了 四爷 这边请 随着一声一声谄媚的声音 舞厅里边突然出现了几个男人 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不可一世的骄横 领头的就是全市大名鼎鼎的乔四 这个人真名叫宋永佳 因为家住在某桥头 家里排行第四 就得了这个绰号 旋转的舞步停止了 异曲刚刚终了 又换成了伦巴舞曲 这个原来是乔四点的 对这个威风的乔四爷 小张夫妇过去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于是小张好奇的往前走了几步 向妻子点点头说 哎 他就是乔四 谁知道 这句话就种下了祸根 小张夫妇刚进休息室 乔四就带人过来了 二话没说 冲小张的脸上就是一拳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一帮打手又抄起弹鱼盖 向他的锁眉的地方撒下去 他头上顿时鲜血直流 妻子一看急了 赶紧上前去劝阻 乔四一拳又迎了过来 接着又照他腹部踢了两脚 他当下倒在地上 吐出满嘴的血水 还有两颗门牙 后来经过全力抢救 这才保全了胎儿的生命 一年之后 办案人员数番取证 小张夫妇仍然不敢提供证词 恐惧之情难以言表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这是乔四这些流氓团伙的信条 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 即使看他一眼 或者议论他一句 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有一回乔四得知 一个跟他有矛盾的人 正在马迪尔舞厅跳舞 就派喽啰把他挟持到了车上 拿刀把他的腿部刺上 然后又带到宫区 乔四亲自举刀 用刀背连连抽打他的头部和背部 一刀下去 就是一个血痕 这个人苦苦地哀求 他说 死哥 死哥 饶了我吧 死哥是你叫的 你得叫四爷 你给我在地上爬 乔四凶狠地说 出于无奈 这个人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 这才从乔四一伙的手里过了关 当时在哈尔滨横行一时的 除了乔四以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叫好瘸子 另一个叫小克 好瘸子 有一个令人同情的童年 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 致残 一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 在缺少爱的环境里 铸就了他一副冷酷的心 他对人生 对社会 有的只是恨 他说 你别看我瘸 我要在社会上立根棍 在学校的时候 稍不随意 他就挥拐杖打人 别人的一分钱 他也要抢 从1980年起 先后因为流氓 赌博 斗殴 盗窃 被拘留过六次 判刑一次 还因为赌博 被罚款两千元 因为嫖宿 被罚款五千元 在道理区 谁要是触犯了他 他就断贺一声 我是道理双拐 随即就指使其他的走足 刀枪将剑 1987年11月 好瘸子从苏州 往哈尔滨市区批发鱼 在苏州居住期间 跟同去的一个人 发生了争吵 为了报复这个人 他纠集了20多名同伙 分成三辆出租车 手持大刀 铁棍 螺丝刀等凶器 到处的寻找他 当发现这个人 跑进了一家饭店之后 他就指挥同伙 冲进饭店大打出手 店主闻讯想出来劝阻 竟然也被砍伤了左臂 随后 他们把这个人 绑到一个大坝旁边 不顾天寒地冻 扒掉了他的衣裳 用竖条 劈劈啪啪的一顿抽打 直到这个人 钻到了车底下 再三的求饶 好瘸子才跟同伙 扬长而去 另一回 好瘸子得知 他的堂弟 跟王某发生了争吵 当即就带人持枪 闯入了王某的兄长家 要把他绑架带走 王家的家属们连连地呼救 好瘸子同伙端起猎枪 对准在场的群众恶狠狠地说 谁上来就打死谁 然后带着人走了 好瘸子有时候打人根本不讲什么理由 有一天呢 他跟两个同伙坐出租车 来到南港蔬菜批发市场 其中一个同伙 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 就觉着不顺眼 对好瘸子说 你看这小子挺能装的 你给我把他叫过来 好瘸子就发话了 那个人转眼就被带到了车门口 好瘸子冲人家就来一句 我是道理双拐 你装傻 被他问的那人 一时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就说 我不认识你啊 就在说话的道 两个同伙已经下了车 抄起砖头 就往那个人的脑袋上撒 顿时砸得他血流满面 而好瘸子他们 开着车一溜烟地跑了 再来说说小客 曾经扒进宫的小客 是另一个流氓犯罪团伙的手贩 他经常纠结同伙 在公共场合寻衅滋事 聚众 持血斗殴 手段之残忍 令人发指 1990年8月 小客的弟弟被别人打伤 他听了之后火冒三丈 他决意啊 为弟弟出这口气 他对文讯赶来的乔四说 敢打我弟弟 我得修理他 乔四马上就硬核道 是 这小子太狂了 是得修理 我要是不把他置符漏 我就不能在社会上混了 小客目露凶光 恨不能当下就把对方给抓来 第三天 小客找到一个同伙 对他说 你给我准备好一辆车 你们开车去把这个人的腿给我打折 出了事儿 我包着 当天下午三点多 小客的几个同伙准备好了枪支和尖刀之后 就出发了 他们坐车在市区里边来回的转悠 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人也坐着出租车 就赶紧钉了上去 一直尾随到这个人下车 到南港区某宾馆门前 那人回头发现了有人跟踪 急急忙忙的跑进宾馆大厅躲起来 小客的同伙手持猎枪紧追不舍 跟着冲了进去 对着那个人就是一枪 那个人应声倒地 一条腿被打断了 后来经过检查 这个人左骨骨干中断 粉碎性骨折 几名罪犯 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之后就驾车而去 事后小客给了他们五千块 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案子的主角了 曾几何时啊 乔四还仅仅是一名小小的瓦工 但是在工作当中 他发现政府的洞签 规划基建等部门 在成建中十分头疼钉字户 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 网罗了几十个兄弟 专门帮助政府拔钉字户 凭借耍手段 行贿和施暴 没过多久 他就成了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公司副经理 龙华一工区的主任 1986年5月 乔四因为承揽新发小区拆迁工程 而与另外两个拆迁队发生了纠纷 他在工地上大打出手 先是伤了一人 然后又用啤酒瓶子打混了一个人 他气焰嚣张的宣称 这儿的活儿不准你们干 都给我滚 迫使另外两个拆迁队 退出了这一个拆迁工程 乔四以八万元承包了 道理菜市场的一部分拆迁工程 转手一倒卖就挣了十万块 在北环路的拆迁过程当中 乔四获暴力六十三万 几年过去 乔四就霸占了哈尔滨大部分拆迁市场 拆迁一行几乎就变成了乔四天下 小客和好瓶子也都有合法身份作为掩护 一个是公司经理 一个是酒店老板 但他们得以发家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是赌博 在赌博当中 小客最高一次抽头就达九万元 他们赌博经常一次输赢就是十几万 几十万乃至上百万 乔四等人不仅手段残暴 生活也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 他们有的建有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豪华乡间别墅 有的拥有高级轿车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在酒席上点一首歌 乔四随手就可以甩出两千块筹金 去酒店吃饭要占最好的单间 到高级宾馆住房要包最高级的房间 那即使已经住了客人 也得给他马上搬走 乔四他们也明白 要想不出事只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 必须得找到靠山 于是他们利用金钱和美色 把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拉下了水 其中包括个别公安司法机关的干警 他们被拉下水之后 置党纪政绩和法律于不顾 有的为其巧取豪夺大开绿灯 有的为其出谋划策充当军事 更有甚者 在他们犯罪被抓获之后 竟然利用植物之便为他们开吐 这些人成了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保护伞 据有关部门调查 这些保护伞有关案件中触犯法律 构成犯罪的有九起 涉及到省人民银行 省委办公厅 哈尔滨市车辆厂 省供销社 哈尔滨市汽车公司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干部 1988年12月某天的凌晨 天空寒星闪烁 空气似乎都因为寒冷而凝结了 突然到外江边传来了一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非常的凄厉 那儿啊 正在演出的是一场黑吃黑的惨剧 陈建斌等几个流氓团伙的骨干 误以为他们绑架来的这几个人 在前几天刺伤了他们的成员 于是就把他们挟持到车上 拉到道外江边 殴打 威逼他们 供出同伙的住处 他们砸开冰冻的江面 把他塞进冰窟窿里 动他一会儿再拽出来 美其名曰叫涮冰棍 如此反复几回 那个人已经动得不成样子了 只剩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粉 这样他们还不解恨 又举起猎枪 用枪托砸他的手指头 一根 两根 三根 直到十根手指头 全都鲜血淋淋 他们才把他塞进汽车 拉到一所医院的门口 像扔麻袋一样扔下去 然后 溜之打击 你别看陈建斌也是独霸一方的人物 可他也有灾的时候 1988年 在哈尔滨松花江边上的青年宫 陈建斌和李正光良伙人遭遇了 因为买门票的小事结下了仇怨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互相找对方的人打 双方都有死伤 有一天 李正光纠结了几个同伙 带上猎枪 刀 军刺这些凶器 于凌晨摸到陈建斌的住处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照着炕上睡着的三个人 就是一通乱砍 砍完 才发现错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把守 有一回 李正光得知陈建斌 要到哈尔滨市道理区 故乡赵庆凯家中参加婚礼 就指使陈洪光 揪击一伙人带上猎枪 在途中对陈建斌进行堵截 当陈建斌行至道理区 埃德蒙顿路大桥附近的时候 陈洪光等人把他打晕 然后挟持到李正光的家中 李正光 陈洪光等人 又驾车把陈建斌 挟持到了乡坊区 哈尔滨自行车厂附近的 一个机警房里边 李正光持猎枪 击中了陈的右脚 用持刀把陈的左脚筋给砍断 造成陈建斌右脚踝粉碎性骨折 身受重伤 陈建斌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了 商誉出院之后 一天晚上 他带领十几个喽啰一起出洞 在一个工地上找到了一起参加残害他的死敌 袁新兰 在乒乒乓乓的枪声当中 袁新兰抱头鼠窜 钻进了基建工地 但最终也没能逃脱陈建斌的魔爪 几个喽啰把袁新兰抓到陈建斌乘坐的面包车前辈 他吓得一头就钻到了车底下 连声呼喊 高叫饶命 陈建斌端起猎枪 冲着车下的他就是两枪 袁新兰当即毙命 经过调查 这几个团伙共实施72起流氓犯罪 致伤82人 被伤害的人中 除19人是流氓团伙成员以外 其余均为无辜群众 他们所犯的罪行 有流氓 盗窃 销赃 聚众赌博 伤害 妨碍公务 抢劫 绑架 行贿 贪污等等 真是无恶不作 庆竹难输 然而 就在乔四一伙人自明得意 逞兄无忌的时候 违奸黑恶势力的天罗帝王 已经布下了 1990年6月26号 哈尔滨市公安局处级干部彭兰江 率领已经离退休老将为骨干的行政干部队伍 对哈尔滨市团伙犯罪开始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名称笼统而简洁 叫社会治安调查组 他们的任务是摸清犯罪团伙的情况 为彻底铲除这股恶势力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 要求调查秘密进行 从这天开始 调查组成员的身影 开始出现在下属分局 劳改队 街道办事处等等有关部门 仔细寻访 反复查证 但是由于距离这帮团伙的淫威 有的证人不敢作证 有的时候 为了取得一个证言 需要多次拜访证人 还需要服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个多月过去了 犯罪团伙的脉络变得越来越清晰 就好像鱼儿已经浮出了水面 收网的时机就要到了 一个抓捕方案 正在一次次的修改完成 确保万无一失 1990年8月6号 市政府会议室里 气氛紧张而凝重 从傍晚到午夜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市领导和专案组的同志 在推敲抓捕方案的每一个细节 短兵相接 双方都感到了刑事严重 罪犯们好像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 无所不用 喂 你是某某局长吗 只要你不抓人 你要什么条件 随便开 我们都答应 喂 是某某吗 小心呐 七天之内要你脑袋 某某 有本事的 半夜到松花江边上会会 小心让你家破人亡 这都是他们给相关办案人员 打来的威胁和利诱电话 与此同时啊 他们把一些干部拉进舞厅 宾馆 暖风吹的游人醉 美酒伴着软绵绵的音乐 金钱和色相双管齐下 一笔一笔的交易谈成了 在这当中啊 有的干部出卖情报 致使侦查工作不能深入 有的干部不以事实为依据 任意改变案件的性质 有的干部故意泄密 致使罪犯对抓捕行动了如指掌 办案人员的电话刚刚换过 第二天恐吓电话又在紫叶响起来 办案地点它本来是保密的 但办案人员刚出来 就有人尾随跟踪 办案人员去取证 对方早就有人通报了证人 交给他们如何提供证词 犯罪分子以为他们外有打手 内有靠山 有恃无恐 公然对专政机关叫嚣 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那就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1990年8月10号 社会治安调查组七元老将 历经46天的秘密侦查 得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 对乔四等犯罪分子实行大维歼 相访区武警支队机动大队部 四周港哨邻里戒备森严 行动总指挥部的大本营就设在这 喂 你是某某某吗 我现在命令你 把你们的人一小时之后 带到江北警校集中 干什么 筹备运动会 这是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你是某某某吗 现在有一件特殊任务 请你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 立即到江北警校集合 五十二名干警很快的集中起来 午后一点三十分 一辆大客车把他们从江北拉到江南乡访区大本营 车进大门 两扇铁门就咣当一声官言了 指挥部命令立刻切断一切与外部的联系 鹤枪实弹的战士守在电话机旁 人员只许进不许出 各个出口都严格封锁 接着四十名特警开进来了 五十名武警准备队开进来了 抓捕犯罪分子的一切必要法律手续和法律文书 都拿到了指挥中心 防爆武器通讯对讲机照明设备以及各种长短枪支各就各位 十辆崭新的北京吉普 五辆三菱吉普在院子里边整装待发 出征前的紧张气氛 使得每个人都感到今天要执行的任务是不寻常的 下午三点 指挥部领导才向全体作战人员宣布 今晚的抓捕任务是抓捕三个流氓团伙的二十五名骨干分子 大名鼎鼎的乔四 好瘸子 小客 都要在今晚归案 时钟指向了六点 八一零行动正式打响 动一 动两 动三 三个行动小组就向拖闲的剑分别奔向自己的目标 最先传来捷报的是动三行动小组 这天道理区的银都舞厅像往常一样 男女青年云集在这儿准备度过漫长的令人沉醉的夏日夜晚 在舞厅里一队队舞伴轻歌慢舞 有的轻豹 有的急旋 陶醉在昏暗的灯光之中 老板好瘸子像往常一样 酒足饭饱之后 带着四个保镖和他那个如花似玉的夫人 到舞厅坐镇 这既是招揽生意 又是借此寻欢作乐 抖一抖 他那道理双拐的威风 说起好瘸子的这位夫人呢 也还有点来历 好瘸子有本事弄钱 也有本事花钱 尤其是在女人身上 更是不惜以重金相许 据说 哈尔滨是最漂亮 最有名气的演员 都跟他睡过 女人喜欢他的 当然是他给的戒指 项链和大碟大碟的钞票 就是现在站在他身边的夫人 与其说他是取来的 不如说是买来的 这个女人呢 有一副漂亮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 中学刚毕业 就被好瘸子给搞到手了 好瘸子的保镖 在哈尔滨市出了名的 不仅因为他们身高力大 而且心狠手辣 只要好瘸子哼一声 他们就会像鹰犬一样 把猎货的目标给抓来 特别是被称为龙虎二将的两个保镖 一个身上闻了条龙 一个身上闻了只虎 整日不离好瘸子左右 就像哼哈二将一样 但是迷恋与酒色的人 是容易丧失警觉的 好瘸子半点也没想到 他这样的道理双拐 他还会有末日 因此当洞三小组成员来到的时候 他半点也没察觉 以为是进来了一些武迷 直到冰冷的枪口 对准了他的后胸 他还以为是别人在开玩笑 当他回转身 看到的是一幅幅陌生的面孔 他才有些紧张 但是还是故作镇静的说 别开玩笑 都是弟兄 有话好说呀 接着他向身边的夫人 递了个眼色 快点招呼啊 你被捕了 四个保镖 刚刚从服务小姐的打斗中 醒悟过来 枪口也早已经对准了他们 舞厅里没有大乱 连音乐都没停止 好瘸子一会儿 就被压上了警车 总指挥部 洞三组报告 目标已经落网 乔四自认为是几个团伙中的老大 是所谓的上海滩的黄金融 有一次他跟公安局的人半开玩笑的说 你们要抓哈尔滨的混混吗 交给我乔四 保险无一漏网 乔四披着合法的外衣 他头上挂着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和龙华一工区主任的头衔冠冕堂皇 平时装成正人君子和一些上层人物打得火热 当他听说专案组调查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笑嘻嘻地跟专案组的同志说 你们查我干什么 我乔四比松花江的水还清 就在被捕不久之前 乔四还给专案组传过话 要求有空聊聊 动摇小组分析了乔四的心态 决定将计就计 你不是要打探我们的虚实吗 我们就请你来 让你自投罗网 彭兰江在电话里找到了乔四 约他下午六点钟来专案组聊聊 果然 六点整 乔四坐着别克轿车来到了专案组 他下了车 抬头看了看道理区经纬头道街调查组的驻地 悠然自得地走进了大门 他心里想 你们今天终于请老子上门了 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夏日的余晖抹在办公室的玻璃上 整个房子镀上了一层橘色 彭兰江像个没事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和黄志国下棋 乔四进门以后 他没有站起来 只是欠了欠身 说了声请坐 乔四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彭兰江继续和黄志国处汉大战 在门外 鸡警的干警已经把乔四的别客调出了调查组大院 司机也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这些老奸巨华的乔四竟然一点也没察觉 当司机发觉不对想要反抗的时候 特警们一个漂亮的擒拿 立即把手铐带到了他的手腕上 在屋子里边 乔四一看这气氛还挺融洽 也大模大样地翘起了二郎腿 点了一颗烟 悠哉悠哉地抽了起来 彭处长啊 听说你们调查我 我可是最恨那些黑社会的人了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 彭兰江一语双关地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早节的再数 再数的难逃 对吧 乔四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 他正想再对彭兰江进行试探 没想到彭兰江单刀直入地问了他一句 你说你不是黑社会 可别人说你乔四是 昨天还有人看见你跟小克在一起吃饭 乔四一听小克两个字 一下紧张起来 哪儿的话 彭处 天理良心啊 我乔四绝不是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的人 你要说小克 我跟他没关系 再说 他前两天去了隋分河了 不在哈尔滨 这正是老彭想要了解的 今天的行动一开始就听说小克不在哈尔滨 那他去哪儿了 从乔四的嘴里知道了小克的下落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彭兰江不由的眼睛一亮 立即又逼问了一句 你胡扯 昨天我还在电话里找了小克呢 彭兰江顺手抄起电话表示要拨号 顺嘴问了乔四一句 小克呼号是多少 乔四没有察觉到彭兰江是用机转他 顺口就答 126呼10号 你呼吧 保险不在 我还能骗你 老彭缓缓地放下电话 转身严肃地问乔四 你还知道小克一些什么 乔四见彭兰江脸色不对 这才下意识地往楼下一看 几个晃动的人一样 早就把楼道给堵死了 他一下觉得势头不妙 赶紧就站起来要走 彭兰江把手一挥说 你走不了了 怎么着彭兹 你要抓我 抓你乔四就不行吗 说着老彭把大手往桌子上一拍 动摇行动组的成员听到暗号迅速冲进来 几支枪口同时对准了乔四 乔四狼狈的一笑 彭兆 别开玩笑啊 彭兰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逮捕证说 谁开你玩笑 宋永家 你被捕了 彭兰江从乔四的嘴里知道了小克不在哈尔滨 前两天就去随分合了 指挥部的中枢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 怎么办呢 在今天预捕的人犯当中 小克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团伙的头头 倘若死犯漏网 必然后换无穷啊 而且很可能造成其他罪犯藏匿潜逃 是810行动 收不到应该有的成效 刚刚为动三报告 动一报告 而欣喜微笑的指挥部成员们 一下子又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必须做出新的决定和行动方案 是小克知道了警方今晚的行动先行一步 潜逃在外了吗 不是 一切迹象表明 小克不仅不知道810行动方案 而且还在坐着打进专案组 进一步摸清情况的美梦 小克在外不归 与我不利 但小克的心理状态 却能为我所用 组织的好 配合的好 仍然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啊 指挥部做了两个方案 一是派出行动小组 迅速出兵随分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小克结在随分合 而是调用两辆拦截特种车 把小克拦在路上 这两套方案刚要付诸实施 曾派的15名战士正准备出发 忽然传来了消息 小克从随分合回来了 这真是天遂人怨啊 彭兰江拿起电话机 试着呼小克 出乎意料 回话的不是小克 而是今晚要抓的另一名罪犯的贴身司机 这个人随口又告诉了他 小克的另一个胡号 老鹏急忙拨号 但是没有回应 妈的 狡兔三哭 诡计多端 老鹏顺口骂了一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夏夜的哈尔滨虽然不像南方城市那么闷热 但洞两小组成员的额头上还是浸出了汗珠 弱大的哈尔滨到哪儿去找小克呢 这些家伙他们是很少回家的 夜里十点 彭兰江再一次拿起电话 拨通了 接电话的人正是小克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老鹏尽量使出平静甜淡的口吻 说自己啊 刚从广州来的 是小克的朋友 有事要面谈 今天晚上一定得见到小克 对方信以为真了 立刻就回答 小克从隋分和回来之后啊 在酒店吃完饭 回家睡觉去了 彭兰江放下电话 动两小组如离弦之剑 直扑小克的家 没人 小克去哪儿了呢 彭兰江返回来之后 再次联系小克 终于成功了 哪位 我是彭兰江 有事吗 今天晚上我值班 没啥事 你不是要唠嗑吗 你在哪儿呢 哦 你别管我在哪儿 我这就派车接你 司机按三下喇叭 你就出来 还有啊 只需你一个人来 多一个我也不见 说完 小克咔嚓一声 把电话挂了 顾不得向指挥部请示 也顾不得再听同志们的劝告 彭兰江掏出手枪 顶上子弹 说了一声 大家快去布置好 这时 门外已经传来了三声汽车喇叭 彭兰江 毅然地走了过去 奔驰五百 以近百公里的时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当中 路灯迅速一个一个地向后面退去 司机显然是在摆脱跟踪 有意地绕圈子 最后 汽车开过了松花江大桥 就在路中央来了个急刹车 二十米之外 四个保镖拥着小克 虎视眈眈 彭兰江走下车来往四下一看 除了昏黄的路灯 到处都是浓浓的夜色 彭兰江 首先坐在了路边的马路崖子上 他想 先得把这些家伙给稳住 不然这一比五 自己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克看看彭兰江只身一个人 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 他点点头 两个人开始寒暄 不着编辑的闲聊 好像谁都没什么事 彭兰江看看江边 仍然看不到自己的同志 他对小克说 还是找个屋子坐坐吧 在老彭的拉扯下 他们走进了小克 位于沿江的河图街 四十一号办公室 几个保镖进了旁边一间屋 彭兰江趁他们不备 十分敏捷地 把保镖们的屋子给反锁上了 进到屋里 小克看彭兰江略有些戒备 他就说 彭兰江 你是成心落车啊 还是有别的事啊 说有事啊 也有事 说没事也没事 就是 你今天晚上得跟我走一趟 怎么着 你想抓我 小克一边说 一边把手伸向了门口 彭兰江看不能再等了 随机断喝一声 今天就是要抓你 说是迟内是快 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小克的胸口 彭兰江另一只手 抠住了小克的手腕 用力一拧 喝道 走 当老彭压着小克下楼的时候 在楼梯上一个一米九的黑大个 拦住了去路 危难之中 老彭的司机赶了上来 掏出手枪 把黑大个给逼上了楼 当小克被压上汽车的时候 动两小组的同志陆续地赶到 小克的喽啰 几乎是同时束手就擒 1991年6月9号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大会 依法公开对几起流氓团伙案件的 47名罪犯 宣布了省高院的最终判决 郝伟涛 宋永佳 王伟范等14名罪犯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各一人 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20人 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的11人 会后 14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即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枪决 有声小说 大案实录 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 1990年 乔四一案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